近期,世界自然基金会与甘肃阿克赛林业生态管理办公室共同深入齐境内的齐连山区末端,布设了5台红外相机,并从之前布设回收的17台相机中发现了大量雪豹夜间活动的照片和视频。 世界自然基金会高级项目专员张长志向记者介绍,此次回收到的资料除了雪豹外,还有狼、狐狸、炎羊、雪鸡等多种动物,也足以证明该地区生态保护良好,是野生动物栖息的理想场所。 其中有6台拍摄到雪豹的影像资料,大约有120张相片,以及34弹雪豹的视频。 张长志表示,在所有资料当中,2019年1月7日拍摄到了罕见的雪豹完整夜期行为,时长超过了6小时。 在1月7日的时候,我们拍摄到雪豹的夜期地的影像资料,是从1月7日晚上7点47分到42凌晨的2点4分左右,时长超过了6个小时。 然后这为雪豹的行为生态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博博的资料。 这是我们刚才采集的一个粪便的疑似雪豹,我们现在把它采集回来,然后可以通过DNA的界面来判定它是不是雪豹。 据了解,位于甘肃阿克塞境内的麒莲山,阿尔金山,是雪豹、炎阳、盘阳、狼、棕雄、白纯路等国家稀有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此次发现及所拍的雪豹夜期地资料,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该地区开展雪豹保护工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